从外资来看 主要做好两件事 第一呢 要扩大外资的增量 这就需要我们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放宽市场准弱 缩短负面清单 还需要我们 搭建更高水平的 对外开放平台 特别是要建设好 自由贸易四年区 自由贸易港 让外国投资者 愿意来中国投资 第二项工作呢 是要稳住 外资的增量 主要要贯彻 落实好外商投资法 营造 公平 公正 透明的 营商环境 保护 外商 这个权益 保护 知识产权 让外商啊 能够心理放心 安心 愿意 在中国投资 在中国发展 随着我们国家 环境的改善 经济的发展 市场的扩大 我们相信 聪明的外商 一定不会放弃 中国庞大的市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